小林玩具 妈妈 我想买玩具 No 妈妈 我也要买玩具 No 想要玩具吗 如果你们玩心灵感应游戏营物的话 就给你们玩具 心电感应 嗨 大家好 我是小林 我是夏天 今天我们要来玩的挑战就是 玩具心电感应 只要我们选到同一个玩具 就可以获得它 小林 夏天 如果心灵感应游戏五个回合都通过的话 这里的玩具都是你们的 那夏天我们一定要选到相同的玩具才行 夏天 小林 加油 第一轮 那我们面前有三个小林玩具的玩具 首先是这个饰品 项链跟手链 第二个是美妆箱 第三个是手提包 泡泡机 想好要选哪一个了吗 我心灵其实是比较喜欢这个的 但是我觉得它肯定要选这个 那是又很重要 就给你一个提示 看看我们的心电感应能不能通 夏天 好 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三 二 一 八八 你选的是 泡泡机 耶 第一轮挑战成功 现在进入了第二轮 现在进入了第二轮 我们的面前有一个超大的泡泡枪 还有一个陀螺战车 还有一个非常帅气的暴龙战车 就我心里其实是想要这个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会比较更新鲜一点 要不要玩这个 快点传达给我 好 感受一下 OK 我收到了 三 二 一 好 好 一起喊出它 陀螺战 你刚刚不是说这个好玩吗 对 我就说虽然有一种 但是我还是选这个吧 现在是第三轮 盲盒套餐 第一个呢 是公主盲盒 好大哦 这个玩具 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 惊喜百宝箱 第三个呢 是 小猪佩奇 车车盲盒 打开的话 会有一个小猪佩奇的玩偶 我觉得这一轮很简单吧 为什么 这个很难耶 我现在有点犹豫 那我给你一个提示吧 我一看就很想要选A 但是呢 B这个 也非常非常的可爱 三 二 一 好 耶 现在到了选文具的时刻了 哇 这个 好难哦 因为这一子都超可爱 这个你看很可爱 又有我们的 咱们这个守护精明的就看得很清楚 因为它是透明的嘛 剩皮擦 剪刀 便签 曲子 文具盒 也有可爱的皮卡丘 寶可梦 桃装 粉枝 铅笔盒 笔 笔 剩皮擦 这边是青春熊的 这边有彩色铅笔 我看看还有 还有这个笔带 也有铅笔 OK 好了 我现在呢 其实看这个里面的东西之后呢 我心里还是有一些答案了 因为我觉得我会选对我来说最有用的 哦 OK 那这是你的提示了 就是实用性 3 2 1 这么快就来到了最后一轮 首先呢 是 花笔娃娃 第二个娃娃呢 是非常可爱的汪汪队 第三个呢 就是非常酷炫的摇滚 LOL娃娃 我喜欢我要做它的发型 好的 我选的这个呢 宇宙不同 5 2 3 2 1 哇 哇 哇 但是它不是宇宙不同吗 因为它很非主流啊 哈哈哈哈 宇宙不同 因为它是狗狗啊 其他两个是 人呢 哇哇哇哇 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 那么今天呢 一共五轮的玩具心电感应呢 我们一共就获得了三个玩具 很可爱 我觉得已经非常棒了 五分之三的幸运 We are so lucky OK好了 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千万不要忘记 点赞 关注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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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